第301章赵丽 从没有哪个灵溪进修士如此受追捧 可以说风花院和赵日山的驻地被破之后 陆叶瞬间就成了各大宗门眼中的香波波 与灵溪八层进的修为做到这种程度 更古未有 谁不想破开邻居驻地的大阵 然后把交锋无数年的邻居们按在地上锤 可惜以前一直没有破阵的手段 现在有了各大号天蒙宗门自然屈之若鹜 古申阳又一次抬手虚案 朱卫冷静 且听我说 引来众人的瞩目 古申阳道 朱卫都是远道而来 今日古某若不给朱卫一个合适的交代 也说不过去 之前说能攻占风花院和赵日山驻地有很大的运气成分 并非作假 而是确实如此 朱卫有所不知 能攻占风花院驻地主要是因为月妹那女人没想过 会有人能神不知鬼不觉的潜入驻地中 随着古申阳一番解释 众人的情绪也慢慢平复下来 趁此机会 为了赶紧让人奉上茶水 紧接着古申阳又说起攻占赵日山驻地的情况 片刻后说完 古申阳道 攻占这两家驻地的时候 一夜兄所用的手段不同 但确实没办法再用了 诸位都是明白人 想来应该明白这一点 千前还叫嚷不休的镇守使和副使们 据都陷入沉思 如果事情真如古申阳所说的这样 那确实没办法再重复了 风花院驻地狮守是月妹那边太过大意 也不能说她大意 这时隔水身上都防备不住 以前从未有人能悄悄潜入狄宗大镇 而且哪怕潜入了 面对月妹那样的镇守使 也未必有机会夺下大镇欲绝 陆叶做到了 两刀之下 不但断了月妹一臂 趁机夺下大镇欲绝 这才让神隐公和陵云殿的人 破开防护大镇 攻入驻地中 赵日山那边就更不用说了 月妹传出消息之后 赵日山就对陆叶严防死守 导致陆叶根本没机会潜入 逼不得已改变了破镇的方式 最后能够成功 也是因为赵日山留守的修士数量不多 只有区区一百多人 被陆叶带着十个体修冲阵 打得晕头转向 若是赵日山留守的修士再多上几十个 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到时候陆叶哪怕能领着巨甲等人冲杀进去 也只会被人家围攻至死 这些情报并非机密 想必万魔岭那边已经通过 枫花院和赵日山了解清楚 如此一来 只要有针对性的布置 比如在驻地内布置一些施井的法阵 或者驻地中留守更多修士 那么陆叶的手段就在无用武之地 大殿内久久无言 好拜赏 那牛姓这首使才道 这么说来 咱们白跑一趟了 古身杨道 一夜兄说等他日后修为和赈道造一高一些 或许还有可为之事 但眼下确实无能为力了 众人虽有些失望 可也知道古身杨说的是实情 陆叶的手段固然了得 可防备起来也容易 只要驻地中留够足够的人手 他哪怕有再独特的破阵技巧也无用 倒也算是好事 其中一个身形销售的修士忽然说道 赵兄此言何意 赵姓修士道 原本一夜道友有如此手段 必为万魔岭那边忌惮 日后他若想在灵溪战场行走 恐怕要被诸多针对 但眼下来看 他的手段既可轻松防备 那他对万魔岭的威胁就大大削减了 如此一来 一夜道友的处境也能更安全一些 众人一听 都觉得他言之有理 陆叶的手段如果真的没办法防备 那万魔岭肯定要坐立不安 搞不好又要跟上次一样 不顾规矩肆意出手 真要是引来和心圈那些灵溪榜上的强者 陆叶肯定抵挡不了 现在就不一样了 万魔岭那边忌惮 但肯定是有的 可大概率还不致不择手段 你们神隐宫和凌云殿可真是运气好啊 有人唏嘘不已 只恨那路一夜 为什么之前没有去王本宗驻地做客 若是去本宗的话 那就轮不到神隐宫和凌云殿站这便宜了 承让 承让 鼓声羊哈哈大笑 仔细想来 神隐宫运气确实不错 如果没有陆叶 他和纪严等人早就死在仙缘城了 也不会有后续的种种 既然没办法在重复之前破阵的举动 众人继续留下来也没了意义 于是纷纷告辞离去 古声羊和魏离自是热情相送 直到这些镇首使和副使们全部离去 古声羊才微微松了口气 返回大殿 与魏离相对而坐 商讨后续事宜 眼下风花院和赵日山的驻地被迫 前者还有差不多三百修士存活 后者就惨了 只有两百左右 而且他们两家肯定是要重建驻地的 这种是神隐公和陵云殿岂能答应 彻底铲除这两家敌宗势力是不可能的 但持续打压他们 不让他们那么快恢复元气还是可以做到的 只要神隐公和陵云殿联手保持着对那两家万魔领势力的打压 那么他们想要翻身就很难了 如此一来 神隐公和陵云殿就肆意发展自身 甚至可以抽出一些人手 配合附近的浩天蒙宗门 攻打更多的万魔领势力 不过具体要怎么做 还得因时制宜 无法仓促下结论 这边正在商讨 古身杨忽有所感 查探自身的战场印记 紧接着传讯一道出去 赵丽又回来了 古身杨望着魏黎 这是还不死心吗 他口中的赵丽 正是之前离去不久的镇守史中的一位 不知为何去而复返 魏黎略意沉吟 道赵兄此人心思缜密 之前咱们该说的都说了 想来不会再为难咱们 那他回来作甚 师兄别忘了 赵兄背后的天眼宗 是以什么立足九州的 古身杨想了想 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这家伙鬼惊鬼惊的 刚才人多的时候 什么都不说 现在自己偷偷跑回来 这怕不是想吃毒食 魏黎失笑 那也不一定 不过如果赵兄开口的话 一夜兄未必会拒绝 言至此处 他闭口不言 因为已经感知到赵丽的气息了 古兄 魏兄 赵丽迈步而入 古身杨装模作样道 赵兄这是有什么东西落下了 赵丽一笑道 那倒没有 只是之前有些事忘记跟古兄说了 走到半路才想起来 他神色一速 开口道 之前我说等万魔灵那边搞清楚事情的原委之后 一夜到有的处境会相对安全一些 可我仔细想了想 这只是一种可能 那还有一种可能 还有一种可能自然是万魔灵亲尽全力 不顾规矩和脸面来对付一夜到有 赵丽神色肃目 一夜到有如今只八层镜修饰 便有如此手段 虽说眼下防备起来简单 可待他日后修为见高 正道造一见深 想要防备就难了 万魔灵那边未必不会防患于未然 若真如此 不但一夜到有的处境堪忧 便连神隐宫的处境也不妙 古生阳文言吓一跳 这说着说着 怎么还扯到神隐宫头上了 一夜到有如今在神隐宫驻地 这并非什么机密 万魔灵那边想必也知道这一点 如果他们想要对一夜到有赶尽杀绝的话 那最近几日肯定会掉兵遣将 从附近各大万魔灵驻地征集人手 前来攻打神隐宫驻地 古生阳的表情逐渐凝重 赵兄觉得此事有多大可能 赵丽缓缓摇头 说不好 这只是我自己的推测 所以我想 暂时不回驻地了 先在这边观察一段时间 如此 天眼宗也好及时来圆 当然 如果万魔灵那边没有动作 就证明我想错了 虚今一场最好不过 那多谢赵兄啊 应当的 不过我觉得古兄现在要做的 是尽快通知凌云殿和附近几个盟宗做好随时持缘的准备 毕竟他们离得更近一些 言之有理 古生阳正色汉手 那就叨扰了 赵丽拱手抱拳 为师弟 带赵兄下去歇息 古生阳转头看向一旁的魏离 魏离汉手 领着赵丽前往宾客所居的区域 片刻后 魏离返回 见得古生阳端坐在椅子上沉思 魏离走到一旁给自己倒了杯茶 喝了一口才到 师兄在想什么 我在想 赵丽这家伙绕来绕去 差点把我给绕进去了 嗯 魏离不解地看着他 古生阳微微一笑 没弄错的话 他是不是主动要求跟一夜兄做了邻居 宾客所居的区域不算小 都是一栋栋单独的阁楼 眼下那边只有陆叶带着去假居住 怎么安置是魏离的事 不过如果客人主动要求 那魏离也不会拒绝 对 魏离因者 路上照兄问了一夜兄的住处 选了相邻的阁楼 古生阳兹了兹牙 果然是这样 师兄的意思是 还看不出来吗 这家伙跑回来是来挖人的 魏离也不是笨蛋 只是今日所事繁忙 搞得有些晕头转向 一时没能想到太多 此刻被古生阳点醒 立刻醒悟过来 这么说来 这位赵师兄之前所言是在威严耸听 第302章百镇塔 倒也不全是 古生阳双手交叉放在腿上 目露沉思 他不提这个我确实没想起来 但眼下本宗这边确实要多加防备 我已传讯附近几个盟宗 小心无大错吧 不过万魔岭大概率不会对本宗下手的 且不说能不能攻破本宗驻地 哪怕攻破了又如何 打不过还不会跑吗 所以万魔岭想凭攻占本宗驻地来对付一叶凶 是不可能做到的 魏里有些苦笑不得 那赵兄还说什么 若有情况可让他们的人及时来源 他不说这个我还没想起来 他说起这是我才察觉不对 天眼宗距离这里不近 能源各屁 他能这么快过来 是因为正好在附近有事 真等他们家的人来源 黄花菜都凉了 这个赵兄 有什么事明着说便是 非要绕来绕去的作甚 所以 他就是来挖人的 他不清楚一叶凶是不是挂靠在本宗 贸然开口未免不妥 如果私下离与一叶凶有了不错的沟通 那情况就不一样了 想来一叶凶也拒绝不了他的邀请 这家伙 为离哭笑不得 早就听闻天眼宗赵立一肚子花花肠子 现在看来 名不虚传 师兄 那咱们要不要 不必了 古身扬摆摆手 一叶凶从始至终都没说要在本宗修行的事 他大概率也只是路过此地 而且本宗已成了人家很多人情 赵立真能把人请走 那也是他的本事 且不说这个本宗这边该防的还是要防 多散些人手出去 监察四方动静 若万魔领真的大举来攻 咱们也好早做应对 是 巨甲最近找到了一个好去处 那就是神隐公的练功房 以前跟着司马阳的时候 他几乎连别人家住地都没进过 从未体验过在如此高浓度的天地灵气下修行的感觉 自从陆叶带着他去了一次之后 他对那地方就痴迷至极 除了每天晚上回来饱餐一顿 平日里几乎看不到他的人影 据假是个能耐得住性子的人 这一点便是陆叶也比不了 想想也不奇怪 如果耐不住性子的话 也不可能跟了司马阳这么长时间 司马阳那种程度的剥削 任谁也受不了 但因为感念司马阳带着他走上修行之路 所以不管司马阳对他如何 巨甲都从无怨言 杀了司马阳的那些风花院修士早死在了仙缘城 就连风花院住地都被陆叶施展手段攻占 司马阳大仇得报 想来他权下有之 也该明目了 阁楼中 陆叶与赵丽相对而坐 侃侃而谈 所讨论的都是正道方面的东西 今日前两人不经意间泄后 然后慢慢相熟 不过陆叶因为很多时候都待在练工房那边 所以总共也没说几句话 直到今日 无意间得知赵丽居然在修行正道 陆叶顿时来了兴致 便拉着他一起探讨起来 他在云夫人那边所学的 基本都是灵文之道上的东西 接触正道主要是依靠从云夫人那代出来的书点 可以说是自学成才 当然 更主要的是因为正道是灵文之道的一个分支 眼下虽说有了一些心得 但自己在正道上有多高的造诣 陆叶也不清楚 毕竟没有一个对比 与赵丽越聊越是投机 浑然没看到赵丽额头见生的冷汗 此时此刻 赵丽心中哀嚎不已 陆叶能用一些特殊的技巧 潜入或者破开别人家的防护大阵 说明在正道上已经有了不小的造诣 但这一番探讨交流下来 赵丽才发现陆叶在正道上的天赋很高 只是高得有些古怪 正道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布阵 一个是破阵 这两个方向一般来说都是相辅相成的 懂布阵的人肯定会破阵 反之亦然 但赵丽却发现 陆叶在正道上的修行有些偏刻 简单来说 陆叶在破阵上的表现无懈可击 但是在布阵方面 又显得有些声色 两人交流探讨 自然不只是言语上 还会各自布阵 然后让对方来动手破解 现在的情况是赵丽不管布置出什么阵法 陆叶都能在三两膝之内破开 虽说赵丽在阵道上的造诣也不算高 布置的阵法不是多么精妙 可也不应该这么快被破解 这让赵丽很受打击 觉得自己这些年是不是都白学了 好在陆叶布置的阵法也不怎么样 赵丽花费点精力还是能破解开的 这让她多少有了一些自信 陆叶布置的阵法确实不怎么样 但布置阵法的过程却让赵丽很震惊 因为她是直接催动灵力 在极短的时间内构建出一座法阵 根本不借助任何布阵的工具 一念生 大阵成 这种手段 她只在本宗那位大长老身上见识过 可大长老是什么修为 路一夜又是什么修为 如他们这样的灵犀进修事一般想要布阵的话 是需要借助一些工具的 最常用的便是一杆杆小巧的阵棋或者阵机 每一杆阵棋和阵机都有不同的特性 借助这些阵棋和阵机 花费一些时间和精力 才能成功布置出阵法 所以现在赵丽就想搞明白一件事 一夜凶 阵道上的东西 你是跟谁学的 路夜想起云夫人 虽说云夫人教导的都是灵闻之道上的东西 可阵道既是灵闻之道的一个分支 说是云夫人教导的也没错 但云夫人之前跟他叮嘱过 绝不能对任何人提及他 碧雪宗有一些关于阵道的典籍 赵兄应该也听说过 我曾得到灵闻师的传承 灵闻师与阵道多少有些关联 所以没事的时候就把些典籍翻出来看看 一夜凶这是自学成才 赵丽颜角跳了跳 无人教导 自学成才便有如此成就 若是有良师教导呢 他已经有些不敢想象了 以前老是听门中的老人们说 这世上总有一些常人难及的爵士天才 他还不太当一回事 在他想来 那些所谓的爵士天才哪怕比他要强 也强不到哪去 他照例也是天才 可现在看来 是他自大无知了 不过他也终于搞明白 为什么陆叶在阵道上的表现如此古怪 能轻松破阵 布置的阵法却又显得拙劣 偏偏布阵的方式又有些惊世骇俗 更让赵丽感到震惊的是 就是这样自学成才的陆一叶 居然用一些特殊的破阵技巧 把人家的防护大阵给破了 一叶兄 你可曾听说过摆阵塔 那是什么 陆叶眉头一扬 虽没听说过 可这东西听名字就知道跟阵法有关 钻石一箭传自上一个纪元的宝物吧 所谓上一个纪元 便是灵溪战场出现之前的年代 陆叶眼下对九州多少是有些了解的 自然知道纪元之说 原本他以为九州这样修行门派林立 强者无数的世界 应该有着很古老的历史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情况比他想的稍微要复杂一点 简单来说 灵溪战场出现之前九州的格局是什么样子 这世上没有任何典籍记载 所有记载了历史的典籍 都只有灵溪战场出现之后的种种 灵溪战场出现的年代应该有两三千年的样子 自那之后 九州便有了浩天盟和万魔灵两大阵营 但可以确定的是 在灵溪战场出现 九州应该同样是一个极为繁华的修行世界 因为九州之中有很多明显不属于这个年代的东西 比如灵溪战场中经常会冒出来的一些遗迹和古传承 可惜因为一直找不到任何关于这方面的记载 所以便统称灵溪战场之前为上一个纪元 建有记载的种种资料 只能查阅到两三千年前的一些情况 这完全是没道理的事 对修士的更迭速度而言 两三千年并不长 沈海靖大修们如果没有任何意外的话 寿命一般在千年左右 真湖靖在五百年左右 云和靖两百年 至于灵溪靖 这个层次的修士就跟韭菜一样 割了一茬又冒出来一茬 源源不绝 当然 这些数字只是理论上的 修士长羽人争勇都狠 受个暗伤什么的肯定会影响到寿命 所以现在九州修行界普遍认为 上一个纪元的修行界怕是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而这件事足以席卷整个九州 否则没道理九州的历史纸记载到两三千年前 照例所说的百镇塔应该就是上一个纪元的遗留物 百镇塔共一百层 每一层都有不同的镇法 一层比一层难度高 进入其中没闯过一层 都能得到天机的奖励 那些奖励都是关于镇道方面的 镇修当中有一句话 那就是没闯过百镇塔的镇修都算不得真正的镇修 按我们眼下对镇修造一高低的划分 能闯过前十层的 基本就可以算是在镇道方面入门了 勉强算是一个合格的镇修 闯过二十层 那就是精通镇道 若能闯过三十三层 可称一声大师 若能闯过六十六层 那就是镇道上的宗师 那若是闯过一百层呢 还没人试过 赵立言至此处 谋中云云有些惋惜 因为现在百镇塔不完整 只有六十六层 第三百零三章赴约 百镇塔不但不完整 还被分成了三份 一份在天眼宗本宗 也就是九州之宗 还有一份在云河战场内 云河战场是云河境才能出入的地方 不过那地方的情况跟灵溪战场有很大的不同 各宗在里面没有驻地 至于最后一份 下落不明 这也是九州所有镇修的心中之痛 因为闯百镇塔能给镇修带来的好处实在太大了 九州之中那些顶尖的镇修 皆都曾在百镇塔中获益 这东西为什么会变成三份 无人知晓 曾有人推测是被极强者以莫大的力量斩断的 可眼下哪怕九州最强的神海静大修 也不敢说自己能破坏百镇塔 那东西几乎可以看成是一件奇特的宝物了 那是超越了灵宝层次的宝物 一夜兄 你如果想修行镇道的话 我建议你前往本宗闯一闯百镇塔 对你必然有极大的好处 正如古深阳之前所想的那样 赵立之所以去而复返 就是想来挖人的 他不信以天眼宗在镇道上的底蕴 路越会不动心 但在与路越这般一番交流之后 他确实觉得路越该去百镇塔走一趟 百镇塔极为奇特 镇道天赋越高的 在里面能得到的好处就越大 当然 只要路越愿意去百镇塔 那他的目的就达成了 事实上 路越确实难以拒绝这样的诱惑 通过之前在风花院和赵日山的思维 他已经察觉到了自己的不足 就眼下这情况来说 他在镇道上的造诣还是不太够 用自己那种特别的技巧潜入敌人的防护 大镇这种事以后不用考虑了 风花院前车之间 各大万魔领驻地对此肯定会严防死守 不给他任何可乘之机 在人家的大镇上破开一个窟窿也有诸多弊端 上次能破开有很大的运气成分 而且破开的窟窿很快就会被修补 没办法一次冲进去太多人 否则路越也不会只带十个体修 他想要更好的破镇 只有两条路走 一是尽快提升修为 他有洞察灵文 这是所有阵修都难以拥有的优势 洞察灵文加持之下 他很轻松就能查探到阵法的破绽所在 只要他修为足够 一刀下去 管他什么阵法 直接就破掉了 根本不需要费什么手脚 左卫一立详实惠就是这个道理 这世上没有什么是绝对的力量打不破的 一刀不够那就两刀 当然 现在想这个还是太早了 他之前尝试过 实力不够 所以他想要破镇 就只能提升自己在镇道上的造诣 如今只靠自己学 进度固然不慢 可他想要达成自己预期的目标 还是差得远 哪怕他现在回避雪宗去请教云夫人 也未必能得偿所愿 云夫人是个极为出色的灵文师不错 但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在镇道方面 他的造诣未必很高 如果摆镇塔真有赵丽说的这么玄乎 那必然是要去闯一闯的 陆月取出自己的十分图 查探天眼宗筑地的位置 发现距此地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哪怕预期飞行 也要飞上几天时间 赵兄盛情相邀 感激不尽 不过我还有些事需要处理 不如赵兄先回筑地 等我手上的事情忙完了 再去叨扰 赵丽闻言大喜 起身道 如此甚好 那我就回去等一夜凶的消息了 陆月亲自将他送出门 不片刻 赵丽找到指手的位离 告辞离去 他目的已经达到 自然没必要多家逗留 阁楼中 一一闪了出来 不解道 陆月 咱们还有什么事要处理 最近这些天 他也没见陆月有什么急事 没什么事 陆月摇摇头 那你跟人家那么说 哦 我明白了 你不好拒绝人家 所以那是托辞 倒也不是 陆月笑了笑 只是我之前出了那么大的风头 我怕回头咱们离开此地的时候会有什么麻烦 那位赵凶弱随同一起 必然也会被卷入其中 还不如让他先行一步 原来是这样 你想的好多 一一明白过来 那咱们离开这里的时候 真会有麻烦 谁知道呢 这种事他也不能确定 只能说防患于未然 呼呼又数日 陆月找到古参阳 跟他辞行 古参阳稍稍挽留几句 见陆月去意已决 便不再多说 虽有些惋惜 但他很早之前就看出来了 陆月只是路过这里 并非要来这边修行的 其实他有些羡慕陆月这样 不拘于一地 四处游历 这样虽然遇到的危险会多一些 可见是和阅历也会跟着增加 然羡慕归羡慕 真叫他这样干 还真干不来 目送陆月带着巨甲离去 古参阳这才返回驻地中 半空中 灵气的流光掠过 陆月盘西坐在上面 巨甲在他前方 这飞行灵气不是他从远广纳得来的小舟 之前尝试过 以八层镜的修为玉气飞行的话 还是稍微有些勉强 主要体内灵力续航不够 所以之前赶路的时候 陆月一般都是骑着琥珀 如此一来 不但节省灵力 还可以顺便修行 这灵气是巨甲的 之前陆月为了给巨甲凑够功勋 交给他很多灵气 飞行灵气也有不少 巨甲便从中选了一件喜欢的留了下来 这就看出带着巨甲同行的好处 有他催动玉气飞行 能节省很多赶路的时间 若是骑成琥珀赶往天眼宗驻地的话 少说也要大半个月 有巨甲玉气飞行就不同了 三四天就能到 而且因为巨甲体内有类似腰单一样的存在 储存了大量灵力 所以如果有必要的话 巨甲可以不停歇地这样持续预期飞行 这些东西经由接收者确定 继续往外传去 一传十 十传百 很快 诸多有心人都知道那碧雪棕路一夜离开了神隐宫驻地 去向不明 赵丽之前的担忧没错 风花院和赵日山驻地被破之后 万魔领各方虽然弄明白其中的细节 可依然不敢放任陆叶继续成长下去了 八九个月之前 陆叶才只是五层镜的小修士 但此刻已经到了八层镜 这成长的速度未免有些快 在不管他 等他修为见高之后就更难收拾 相比较他修为的增长 万魔领一方更担忧的是他在震道造意上的提升 眼下陆叶就有特别的破阵技巧了 谁知道他以后在震道上会成长到什么地步 再叫他这么搞下去 以后哪怕万魔领的人躲在驻地中都没有安全感 所以这些日子 万魔领各方早已达成了共识 尽早铲除碧雪棕路一夜 以绝后患 为此陆叶的影像早已分发下去 让相关人员记住陆叶的容貌 整个万魔领在悄无声息之中连动起来 这一次他们不准备搞出太大的动静 金光顶之战便是前车之剑 所以陆叶待在神隐宫的时候 万魔领并没有出手 因为攻打神隐宫没有意义 不能确保一定就能杀死那陆一夜 哪怕攻占了神隐宫驻地 那陆一夜也可以借助神隐宫的天机柱返回九州躲避 想要杀他 野外才是机会 暂步在各处的眼线发挥出了作用 每隔一段时间 都会有万魔领修士汇报陆叶的动向 因为这次发动的人手太多 分散在各个位置 所以陆叶不管去什么地方 都难以摆脱万魔领一方的监察 哪怕短时间内丢失他的踪迹也没太大关系 很快又会有人看到他们预期飞行的身影 只不过让万魔领一方稍稍感到无语的是 陆叶的动向毫无规律可言 一会往东 一会往西 偶尔还会绕几个圈 这显然是他在防备被人追踪 只是这毫无意义 因为这一次几乎是所有身处内圈的万魔领势力达成的共识 他只要露面 必然会暴露行踪 不管怎么绕圈都没有意义 巨甲的飞行灵器上 陆叶的眼帘微微低垂着 他虽不知万魔领一方的部署 但自离开神隐公住地开始 他就隐隐有一种被人监视的感觉 所以他才会让巨甲不断改变方向 但现在看来 似乎没什么用 放在以前 他是不可能察觉到这一点的 但神魂强大的好处就在于此 冥冥之中能感知到一些异样 没办法摆脱敌人的监视 这种情况只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有人一直在附近跟着自己 另一种是监视自己动向的人很多 看样子情况比预期的要复杂一些 查看自身灵窍 已经165窍了 距离九层近的180窍 只有15窍 如果有足够优渥的修行环境 陆叶用不了一个月就能开启15窍 到时候就可以按照花费5000多功需买来的 大日流离绝的指引开启后续灵窍 对这天极功法 他还是很期待的 第304张老牌九层近 陆叶之前的打算是等晋升九层近之后 再离开神隐公驻地的 也趁此机会避避风头 但照例所说的摆镇塔 对他的诱惑太大 这一下没按纳住 眼下有敌在暗中窥伺 陆叶倒是不惧 只要万魔灵一方在默认的规矩内行事 那就没办法拿他怎么样 怕就怕万魔灵狗急跳墙 一直到傍晚时分 那种若有若无的窥伺感才消失 万魔灵一方哪怕不值得再怎么周密 也不可能有人无时无刻盯着他 总有丢失他踪影的时候 陆叶让巨甲暗落顿光 飞入一片丛林中 燃起篝火 巨甲从自己的储物袋中取出好几块瘦肉 先给琥珀分了一块 然后将剩下的架在火烧烤着 他做起这些熟门熟路 显然是跟着司马羊的时候没少干这事 很快 热油滋滋作响 肉香飘荡 巨甲又不知道从哪掏出一些调料和盐巴来 撒在那些肉上 香气一下变得更浓郁了 没等瘦肉完全烤熟 巨甲便开始大快朵移 不过在那之前 他给陆叶也拿了一块 陆叶也不讲究 跟他一同吃的不亦乐乎 这种大口吃肉的方式 无疑很得巨甲好感 这些日子跟陆叶都变得亲近许多 陆叶发现一个问题 那就是几方阵营中的几个 除了一一之外 好像都是吃货 他和琥珀就不用说了 完全的吃丹大户 现阶段每日消耗掉的 零丹药四五十例 巨甲以前不怎么服用灵丹 因为司马羊不给他 他能有今日的修为 全是自己打坐吞吐灵气而来 如今跟着陆叶 陆叶自不会如司马羊那般 小气巴拉 灵丹管够 巨甲便放开服用 不过他消耗的灵丹不算太多 因为服用太多的灵丹的话 对他的灵力精纯有影响 一顿饱饭 吃得两人一虎心满意足 陆叶又取出那灵甲 自己先吸了一道其中的血线 又给琥珀和巨甲个吸一道 以前他不敢这么干 每次都是在练功房修行的时候 将灵甲安置在巨灵阵中 让血气雾化 慢慢吸收恋化 但随着他修为的提升和神魂力量的增强 这般直接吞噬就没什么关系了 琥珀也是 自从先缘成归来 吸食灵甲中的血线 再不会像以前那样直接硬邦邦地挺过去 从这一点上来看 神魂力量的增强带来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好处 陆叶估摸着 自己如今在进圣境的话 后遗症应该没之前那么严重了 以前他每次从圣境之中死出来 都会头疼欲裂 不过最近他一直最新正道 都没去圣境魔力自身 熄了篝火 具夹打坐修行 陆叶则捧着一本书 就着月色沿堵 琥珀浮在旁边 已经传出憨声 一道瘦小的身影自百丈外 悄无声息地摸了过来 这身影几乎完全融入四周的空间之中 不显行踪 就连气息和生机都被一种莫名的力量阻隔 丝毫没有外泻 他的身子极为轻盈 哪怕踩在树叶上 也不会发出半点声响 他的速度不算慢 几乎是一个人正常走路的速度 显然是对自身隐匿的能力极有信心 之前万魔灵这边丢失了陆叶的踪影 只知道他在附近消失了 具体在什么位置谁也不知道 如今万魔灵一方 有不少人正在暗中寻找 这些人无一例外 都是鬼修 因为只有鬼修最适合干这种事 隐藏在暗中 这鬼修盯着前方的少年身影 哪怕早已沉寂多年的心 也忍不住泛起一丝丝激动的涟漪 因为只要他能杀了这个叫陆一夜的少年 那他或许就有望云河了 上次为了让碧血宗除名 万魔灵一方各大宗门联手发出了极为丰厚的悬赏 那悬赏的分量足以让任何一个修士享用一生 这一次同样如此 虽说赏赐的分量没上次重 但已经足够他买上百例破账单 有这么多破账单 就可以开启后续灵俏 达成晋升云河的要求 这一天 他等了足足30年 在灵溪进这个层次中 有一个极为特别的群体 被修士们称为老牌九层进 这无关褒贬 只是一个很贴切的称呼 并非每个灵溪进都有资格寄生云河的 灵俏这东西 越往后开启越困难 每个人都每个人的极限 人体360翘 真正能将360翘全部打开的 灵溪进中只有一成 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是修士中天赋最出色的那一批 剩下的九层难道就没办法寄生云河 自然是有的 就是到了九层进 只要买到了天极功法 继而将灵俏开启至240翘 在将原先的功法切换成对应的天极功法之后 就可以有选择的寄生云河了 换言之 修士要寄生云河 开启灵俏的数量最少也要240翘 少一翘都不行 但这世上终究还是有许多人开启不了那么多灵俏 有些人灵俏开至200多变到了自身极限 就如这瘦小的鬼修 他开启的灵俏就只有223翘 距离寄生云河的最低要求还差17翘 而他卡在灵俏九层这个境界已经30年了 秋为停滞在灵俏九层近多年 没办法开启后续灵俏 契而寄生云河的便是所谓的老牌九层近 他们在灵俏近当中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 这些人的实力往往不能以单纯的九层近来划分 因为他们几乎每一个人都能发挥出超越九层近的实力 很多宗门都有这样的人 如果在灵俏战场中看到那种上了年纪的灵俏近 那一般都是所谓的老牌九层近 秋为停滞不前 没办法继续修行 他们就会想办法提升自身的实力 所以这些老牌九层近往往都有一些寻常修饰不具备的诡异手段 就拿这个鬼修来说 不提别的 他的隐匿之道几乎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 便是那些核心圈中转修了天极功法的鬼修 大多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碧雪宗陆一夜擅长月杰沙迪 金光顶上他就曾斩路过这方面的天赋 此前攻占风花院驻地的时候 他更是以八层近修为两刀斩断月魅一臂 夺下大阵欲绝 这些消息不是秘密 鬼修自然是听说过的 可是月杰沙迪并非陆业的专属 修行界中很多天才都有这个本事 鬼修这个群体也最擅长以弱机强 因为他们很少会与人正面搏杀 只要给他们找到合适的机会 别说月杰沙迪 便是月两阶三阶都不成问题 所以这隐匿了身形 悄悄摸过来的鬼修眼下要做的事情很简单 那就是前道路夜深后 暴起发难 给他致命一击 割下他的头颅 带回去领赏 那个叫巨甲的体修倒是有些麻烦 他一旦暴露身形 这大块头肯定会来攻击他 不过他对自己的速度有信心 所以只要能挡下巨甲最初的一击 他就可以从龙盾逃 有些风险 可相比于生货 这点风险又算得了什么 想要近身云合 这是必须要承担的 计划得很完美 然而当他逼近路夜深前三丈时 身形忽然僵住 因为在那一瞬间 正在看书的路夜忽然合上了书页 抬眼朝他所在的方向看来 四目相对 鬼修只觉一股良意从头袭到脚底板 被发现了 不可能 居居一个八层进兵修 怎么可能发现得了自己的踪迹 他对自己隐匿的手段有十足的信心 曾经凭此手段暗杀过一个天极七层进的修士 直到今日他也记得对方临死前不可置信的错愕眼神 连天极七层进都发现不了他的行踪 一个八层进凭什么能发现得了 没错 自己没暴露 自己的身后应该有什么异常 所以才引来了那路一夜的目光 之所以有这样的判断 是因为不单单那路一夜抬眼朝他看来 就连在一旁打坐的巨甲也睁开眼瞧着他 还有那扶在路一夜身旁的妖兽也抬起了头 睁睁地盯着他所在的方向 在双眼睛瞩目 这鬼修压力如山 换作一般的小年轻此刻恐怕已经承受不住这样的压力 但他修行这么多年 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所以哪怕被吓了一跳 依旧安然若肃 他极力收敛自身的气息 将隐秘身形的手段催发到极致 慢慢地往旁边挪了一步 让他毛骨悚然的一幕出现了 盯着他的三双眼睛跟着转了起来 路夜更是饶有兴致的一手撑住了下巴 一手俯上了腰间的盘山刀 手指轻敲着刀翘 这一下彻底给老鬼修给整不会了 被这路一夜窥破行踪也就罢了 或许人家天赋异禀 具假这个肉蛮子评神没有这么强的感知 还有那个妖兽 他们的评神吗 他几十年通名幽名的鬼修造诣 难道就这么不堪一击 一旁为燃尽的篝火跳动 发出趴地轻响 老鬼修的身影画作残影 直朝三丈外的路夜扑杀过去 迎接他的是一道雪亮刀光 千血飞溅 老鬼修胸口一道伤口处血肉翻卷 险些被一刀劈成两半 他抽身击退 完美秉承了鬼修一击步 中远遁千里的袭杀精髓 第305章截杀 哦 陆夜的表情稍有些意外 似没想到自己一刀没能斩杀这个鬼修 不过在彻底看清人家的苍老容貌之后 他反应过来 这应该就是所谓的老牌九层镜 确实名不虚传 寻常的九层镜根本吃不下他那叙事爆发的一刀 这些活了很多年的老牌九层镜还是有些本事的 鬼修身后不知为何传来强烈的灵力波动 紧接着一道明晃晃的绳索从天而降 却是藏身暗处的一一对着老鬼修打出了一道副灵索 这束法不是掌教教的 掌教教导一一纳会 一一还没办法掌握这么高深的束法 这是一一在仙人城中看那些仙人为门施展 然后自己悟出来的束法 因为他觉得这束法很适合用来锁人情人 毫无防备的鬼修察觉到异常的时候已经晚了 明晃晃的副灵索照下 直接将他捆了各阶阶时时 他拼尽全力挣扎 周身灵力狂勇 惊骇的发现这副灵索极为结实 他虽能摆脱 可需要花费一点时间 一点流光迎面袭来 从眼眶处刺入 脑后穿出 这老鬼修瞬间变得僵硬 等一一散了束法 那瘦小的身子扑通一声扑到在地 走了 陆夜招呼一声 收拾其老鬼修的储物带 琥珀跃到他肩上 巨甲寄出了自己的飞行灵气 片刻后 一道流光冲天而起 夜色下极为显眼 与此同时 下方某处也飞出树道光芒 直朝这边拦截而来 显然都是在附近搜索陆夜踪影的万魔领修士 打他下去 有人爆喝 就是在转修天级功法之前 基本不会在预期飞行的时候与人动手 因为对自身灵力的掌控不够 这样做很危险 哪怕实力比别人高 也有可能被打落下去 从几十杖处摔下 若是没办法减缓速度 那基本只能等死 拦截过来的万魔领修士有四人 人数上占据了绝对优势 但他们依然不敢在半空中与陆夜争斗 因为传闻碧血综路一夜有一道飞翼刺文 可以凭此飞空 在半空中与他争斗明显不至 随着那人的话音落下 一道道玉器的流光直朝这边袭来 瞬息间就到近前 站在最前方的巨甲专心 预示着自己的飞行灵器 那灵器立刻就跟偏仙起舞的蝴蝶一样 在一道道攻击中穿梭而过 没被伤到分毫 这一幕不但让出手的万魔领修士看得一正 就连陆夜也有些亚然 别看剧甲这家伙五大三粗的样子 可操控起飞行灵器却是很细 陆夜自损做不到他这种程度 彼此距离迅速拉近 挡在前方的万魔领修士表情惊恐起来 虽然他们拼命催动自己的灵器掉头追来 但依然赶不上 陆夜伸手在自己的储物袋中一掏 对着前方一抛 四件灵器飞出 每一件灵器上都光芒一闪 风行加持 惨叫声响起 当即便有两个万魔领修士被灵器贯穿身躯 大头朝下队着地面灾去 看这样子 大概率是活不成了 剩下两个虽被玉器打伤 好歹没有掉落下去 勉强躲过一劫 然而还不等他们松口气 四道流光又朝他们交错袭来 又是两声惨叫 刺人联手 如果在地面上 陆夜收拾起来可能还要飞一些手脚 但在半空中就没那么麻烦了 几乎没有停顿 巨甲预使着自己的飞行灵器朝远方掠去 夜空下滑出一道耀眼的光带 一路前行 偶有提前得到的消息的万魔领修士玉器拦截 然而因为这一次跟上次情况不同 上次他是骑着琥珀一顿顿逃 速度虽然不慢 但绝不算快 被为追堵截的狼狈至极 这一次失去甲预器飞行 机动性太强 再加上万魔领那边不敢把事情闹得太大 免得又引起好天蒙的反弹 所以出动的人手都是八九层进的修士 这就导致万魔领那边根本没办法形成大规模的拦截 每次过来三五人 基本都是有来无回 这般几次之后 万魔领的修士们再不敢贸然行事了 一道道消息不断朝外扩散 万魔领的修士们通过路夜的动向 大致判断出他前行的方向 虽不知他的最终目的地 但他们已在远处集结人手 只等路夜闯入包围圈便给他致命一击 一日后 当巨甲预器飞过一条蜿蜒如龙的大河时 前方空中足足二十道流光一面而来 气势汹汹 与此同时 在那大河下方 又有差不多二十道身影冲天而起 堵住退路 眨眼之间 前路被堵 后路已断 不用路夜吩咐什么 巨甲已经遇使灵器朝一旁掠去 然而才飞没多远 只那边的山坡上 又有几十道流光冲天而起 不得不说 万魔灵这次的布置很周密 判断的也很准确 在路夜前行之路上提前设下埋伏圈 只等他闯入其中变收网 其实也不单单只是判断的问题 主要是这样的包围圈 附近还有两个 只要路夜前行的方向没有太偏离他们的判断 就必然会掉入埋伏之中 此时在后退明显已经来不及 暗落顿光也不现实 真落到地面上那才是十死无生之局 路夜的眼帘微微低垂 从储物带中将四件玉器取出 默默催动灵力 四件灵器漂浮在身侧 一一显露身影 站在了路夜身后 巨甲周身灵力涌动 玉器的流光陡然加速 直朝前方撞去 眼下局势 想要活命 只有盯着一个方向突围 如此才能承受最小的压力 只要巨甲的玉器的速度足够快 最初现身的两批万魔领修士 就没办法对他们构成威胁 所以他们需要应对的 仅仅只是拦截在正前方的一批敌人 彼此的距离迅速拉近 对面阵营中 七八个法修率先催动竖法 煞时间五颜六色的光芒朝这边照来 巨甲的飞行灵器又一次舞动起来 在一群万魔领修士目瞪口呆的注视下 于半空中腾挪闪躲 每每都能在最惊险的时候避开那些竖法的攻击 他们从未见过有人能将飞行灵器玩得这么溜的 这等对灵力的掌控 着实让人自叹俘虏 随着距离的不断拉近 竖法攻击的频率开始加快 因为那些法修发现自己费尽心思催动的大威能术法 根本没办法拿对方怎么样 便选择那些施法速度快的小型术法 这一下让巨甲坡有些应接不暇 再没办法将所有攻击避开了 不过他也聪明 宁愿让那些术法打在自己身上 也不会让术法攻击到自己的飞行灵器 他皮糙肉后 气血旺盛 被那些小型术法打几下没什么关系 可飞行灵器不一样 这玩意没太强的防护之力 真被打几下可能就毁了 依依也出手了 当他出手的时候 对面所有的法修都开始自参行贿 因为无论是施法的速度 还是术法的种类又或者威能 依依都要甩开他们几条街 他虽只一人 但在短时间内爆发出来的术法 却不亚于寻常三四个法修一同出手 彼此的术法在半空中碰撞交锋 灵器鸡蛋紊乱 轰猛龙的声响不绝于耳 就在这混乱的局势下 对面万魔领阵营中 一位兵修忽然拉开了一张进攻 弓弦几乎被他拉成了满月状 那弓乃至修士本身表面 灵光狂闪 秋 破空声响起 一根四尺长的箭矢几乎是在飞出的瞬间就射到了巨甲面前 这一箭的速度超过了所有竖法 便是玉器之威都无法比拟 而从这一箭的威势来看 显然也是极强的 专心玉使自己飞行灵器的巨甲臂无可避 怒吼着架起双臂 横在身前 不知何时起 他的双臂上佩戴了一双漆黑的护腕 那护腕明显也是不错的灵器 给人一种厚实凝重感 射出那一箭的修士气息稍稍稳紊乱了一下 他全力爆发出来的一箭显然有不小的损耗 看到巨甲的动作 此人嘴角微微勾起 巨甲的大名 他也是有所听闻的 他这全力爆发的一击或许对一般体修会构成威胁 可对上巨甲根本没什么用 他那一箭根本不是对着巨甲去的 箭矢的流光在即将席致巨甲的瞬间 忽然斜斜往下灌去 看那角度 明显是对着巨甲的飞行灵器去的 他们这群人的目标从头到尾都只是这件飞行灵器 眼看着此人的目的即将得手 飞行灵器前方忽然被一层灵纹的纹路覆盖 那灵纹眨眼间形成了一道极为厚实的防护 巨甲身后 陆叶半蹲下了身子 一手贴在飞行灵器的表面 以他现在对自身灵力的掌控 给巨甲这飞行灵器加持一道御守灵纹还是没问题的 轰 那箭使轰在灵器上 爆发巨响和混乱的灵力 虽没能如预期将灵器彻底破坏 可巨大的力量还是撞击的灵器东倒西歪 朝下方落去 巨甲连忙用心控制 好不容易稳住 然而这么一耽搁 更多的竖法已经袭来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 更严重的是最初遇到的两批万魔灵修士 已经迅速接近过来 眼看着便要到对方的攻击范围之内了 第306章大事不妙 撞过去 陆叶一声低贺 给身下的灵器直接加持了一道风行灵纹 光芒闪过 重新稳住的飞行灵器立刻化作一道流光 直朝前方撞去 前方已经祭出了自己的灵器 准备玉器杀敌的万魔灵修士们还没反应过来 敌人就已经到了眼前 刺到流光从陆叶手中飞去 一一的竖法同时出手 阻截四方袭来的攻击 挡在最前方的一个万魔灵修士的表情变得惊恐万分 因为敌人居然不闪不避地朝他撞了上来 眼看对方根本没有要改变方向的意思 这修士不由惊恐大吼 你别过来 巨甲根本不理他 陆叶叫他撞过去 那他就撞过去 前面哪怕是一座铜墙铁壁 他眉头也不会皱一下 空的一声 两件飞行灵器撞击在一起 万魔灵那人的飞行灵器直接破碎开来 化作漫天碎片 其本人更是被撞的胸骨凹陷 口喷鲜血 惨叫着衰落下去 反观巨甲的飞行灵器 却是毫发无伤 陆叶在双方碰撞的刹那 便给己方加持了玉手灵纹 至于那人胸骨处的凹陷 却是巨甲一拳轰出来的 又是一声声惨叫传出 那被陆叶的玉气和一一束 法所伤的万魔灵修士传出 前方阻拦已破 在风行灵纹的加持下 巨甲带着陆叶和一一迅速远去 身后的万魔灵修士们追击一阵 无奈放弃 敌人跑得太快了 同事九层进修为 他们预期的速度只有巨甲的一大半 这怎么追 你们干什么吃的 这么容易就被他们突围了 其中一个急匆匆跑过来的 万魔灵修士脸色铁青 忍不住骂了一句 万魔灵这边周密不数 好不容易等来了陆叶 本以为可以将他斩杀于此 可事与愿违 还是被他给跑了 这让他们颇有一种一拳打的棉花上的挫败感 你行你上 一个心有余悸的青年脸色不好看 递回了一句 巨甲那家伙投铁的跟天机柱一样 谁拦得住 这不是你们失败的借口 一个人拦不住他 你们这么多人呢 少说风凉话 若是巨甲从你们那边突围 情况也是一样 放屁 好了好了都少说两句 有人跳出来打圆场 都是为了纳路一夜而来 行动既然失败就没必要伤了自己人和气 传出去叫好天蒙的人看了笑话 吵闹的两人恨恨的看了对方一样 两看两相艳 其他万魔灵修士也表情明重 刚才的情况他们都看在眼中 巨甲的头确实铁的有些过分 一般修士在半空中交手 谁也不会选择那样凶险的做法 据说纳路一夜能催动灵魂作战 有战文师的前置 如今看来 他所掌握的灵魂不单单可以加持自身 还可以加持在飞行灵器上 提升飞行灵器的防护 这就很棘手 还有 去甲那灵器飞的未免也太快了 一群万魔灵修士不乏 对预器飞行极为擅长者 但根据甲比起来 简直小巫见大巫 众人忽然发现 这个路一夜 有些没办法处理了 这一次出动这么多人 他还掉进了包围圈都没能将他拦下 以后恐怕再难有这样的机会 等他落地后围攻也不现实 且不说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哪怕有机会 可这家伙还有一道飞翼刺文 打不过的话肯定会飞走 还有 这家伙到底要去哪 自神隐公驻地那边出来之后 他就一直在赶路 至于目的地 暂时无人知晓 如何处理路一夜成了万魔灵的难题 今日的他已不是当日被围困在金光顶上的五层镜小修士 比起那个时候 路夜如今的手段无疑要丰富得多 单凭内圈的修士 根本没办法将他怎么样 想要处理他 唯有让核心圈的人出手才有可能 但真这么干了 肯定会引发一些恶果 上次万魔灵就坏了规矩 结果碧雪宗一位真胡静强者 二话不说就杀进了灵溪战场 顶着灭魂神雷在金光顶上杀的雪流成河 金光顶大战结束之后 那碧雪宗长较更狠 亲自杀进了云州 连灭三家万魔灵势力 事后虽然被文训赶来的万魔灵强者们打退 但那些万魔灵的神海静也不敢肆意报复回去 此事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据说那三家势力在接下来的宗门平定中 品级一落千丈 极为凄惨 前车之见后视之师 碧雪宗户短的风格让人印象深刻 这一次若是破坏规矩 也不知碧雪宗又有什么报复手段 可如果只在规矩内行事 还真拿那路一夜没什么好办法 一时惆怅 两日后 有消息传来 陆夜抵达天眼宗驻地 由此 万魔灵一方才确定了他此行的目的地 顿时都感觉大事不妙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千方百计地针对陆夜 就是因为他之前展现出来在破阵方面的惊人天赋 虽说他在风花院和赵日山所行的手段 因为各种原因没办法再重复 万魔灵也不会再给他那样的机会 但谁也不敢再放任他继续成长下去 否则以后谁都没安生日子过 能破驻地的防护大阵 这种事光是想想就令人不寒而栗 可是天眼宗是什么地方 那是摆镇塔第一部分所在的宗门 而且天眼宗内很多修士都精通镇道 天眼宗那位大长老虽指真虎九曾经修为 但在镇道上的造诣放言九州也是能排得上号的 那路一夜哪里不去 偏偏去了天眼宗 其目的为何 已经不言而喻 这家伙明显是破阵破上瘾了 知道他原有的手段没法继续施展 这是要去天眼宗深造镇道了 若叫他成功 以后万魔岭的修士们还能睡得着吗 说不定驻地的大阵不知怎的就被破了 然后乌拉拉沙进来一大群号天蒙的修士 巨大的危机感如千万片乌云 笼罩在每一个万魔岭宗门的头顶上 一时间便是那些神海晋大修门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陆夜进入天眼宗驻地的第一时间 万魔岭一方诸多神海晋大修的讯息便如雪花般穿梭在九州各地 紧急商讨要如何处理此事 一个小小的灵溪八层进修士 无意间的举动进搅动九州风云 这是以前从未出现过的 而作为当事人的陆夜 对此毫无察觉 之前在万魔岭晋百修士的包围下冲出之后 后续便没再遇到什么麻烦 他带着巨甲和琥珀一路赶至天眼宗驻地 在天眼宗副使的热情接待下 住进了宾客区 没见到赵丽 据那位副使说 赵丽在九州本宗 似乎有些事暂时无法脱身 便让他来招待 对此陆夜自不会有什么意见 既来知色安知 虽然他很想现在就进摆真塔看看 但也不必急于一时 等赵丽处理完手上的事情再说不迟 与此同时 天眼宗本宗 一处大殿中 天眼宗宗主于孝 大长老白千分座左右 前者看起来是个四十出头的中年男子 相貌威严 不过修士的年纪不能从外表推断 往往看起来年纪不大 或许已经活了几百年了 至于后者 是个发虚皆白面色红润的小老头 两人面前便站着赵丽 此刻赵丽面色苍白 似是做错了什么事一般 哭丧着脸道 宗主 大长老 弟子没想那么多 本想着那位一夜道友既有阵道上的天赋 便请他来天眼宗做作 若是他能突破自身阵道 天眼宗这边也能跟着沾沾光 他说的是实情 本来以为自己的打算没什么问题 可是被宗主和大长老一番点醒之后 才发现自己大错特错 若是寻常时候 他想结交陆业 邀请陆业来天眼宗做客 没问题 九州各地 各大宗门之间的联系来往本就很密切 林熙静弟子之间时常也会互帮互助 而且说起来 天眼宗与碧血宗多少有些渊源 但这个时候是万万不行的 前不久陆业才搞出那么大的事 此刻万魔岭那边不知有多少双眼睛盯着 这个时候邀请陆业来天眼宗 肯定会让万魔岭一方紧张 因为他们怕陆业在天眼宗学习阵道上的东西 继而突破原有的阵道造译 如今万魔岭那边还能防备驻陆业 可若是叫他阵道造译更高一些 恐怕防都防不住了 如此局势下 陆业进入天眼宗驻地 万魔岭一方必然会有所应对 最大的可能是万魔岭会在短时间内集结大批人手 强攻天眼宗驻地 逼迫陆业离去 所以这个时间点陆业来天眼宗驻地做客 等于是把天眼宗驾在火上烤 一个处理不好 驻地恐怕都要没了 不要低功万魔岭一方的魄力和决心 幻号天盟这边遇到这种事 处理手段不会比这个方式更温和 这也是天眼宗宗主和大长老亲自过问此事的原因 否则几个灵溪静修事的是 哪需要他们这些真乎静来插手 今日被召集至此 听闻大长老的讲述 赵丽也意识到了自己考虑事情的不足 第307章独杀 于笑恨铁布城当地瞪着赵丽 就知道耍弄你那点小心思 目光短浅 被自家宗主训斥 赵丽吸了吸鼻子 弟子错了 认错态度很不错 弟子这就传讯一页道友 让他别过来了 赵丽又道 都已经发出了邀请 还能叫人别过来吗 那我天眼宗弟子岂不是言而无信之辈 赵丽道 一页道友很好相处的 我跟他说明原委 他应该能够理解 等这次风波过去 以后再悄悄过来便是 不必了 人已经到驻地了 于笑摆摆手 他在刚才就已经接到门下弟子的传讯 说那碧血综路一页已经到了驻地 被安置了下来 那也没关系 弟子这就去找他 赵丽说着转身就要走 回来 余笑低喝 瞧老头白千同时伸脚一半 赵丽愣是没反应过来 差点栽个跟头 他连忙转身 老老实实站好 天眼宗弟子 说出去的话 泼出去的水 无论如何都不能做那言而无信之辈 万魔岭若是得知那小家伙来了本宗 必然是会针对本宗 大不了 驻地不要了 宗主 于笑灵力的目光温和少许 我知道你是为本宗考虑 本宗驻地在灵溪战场的位置不是很好 被万魔岭三面包夹 这些年确实不好发展 你有雄心壮志 但一定要记得 日后做事 三思而行 是 另外 本宗与碧穴宗其实有点渊源 当年本宗很多强者在碧穴宗那位手下听令 若没有那位的照拂 本宗没有今日的地位 五品宗门 不算差了 照例不知宗主口中的那位具体是哪位 但他知道宗主跟自己说这番话的意思 这是要他不要有太大的心理负担 哪怕是因为与碧穴宗之间的那点渊源 天眼宗也不会把陆叶赶走 去驻地那边早做准备吧 本宗可能要有一场劫难了 于笑挥挥手 照例躬身退去 带他走后 于笑才叹了口气 他虽已经下定了决心 可是到临头还是不免心痛 若事情真如他所预期的那样 自家驻地的必然保不住的 很严重 白千开口 听到一些风声 于笑汗手 忽悠道 白老觉得那路一夜在阵道上的天赋如何 白千略作成吟 道 只听赵丽所言 那小家伙的天赋是不俗的 而且有许多奇思妙想 老夫现在唯有一点搞不明白 哪一点 那小家伙是指灵溪八层境的修为 是怎么堪破大阵运转的节点所在的 他那种种手段 都是必须要针对节点思维才有效果 按道理说 哪怕他在阵道上的天赋很不错 可找不到大阵节点也无用 真是奇了怪灾 或许白老可以当面考教考教他 老夫也是这么想的 等他过来吧 到时候你让他来见见老夫 天眼宗住地 陆夜所居的小楼中 照例姗姗来迟 连忙赔罪 又让门下弟子赶紧准备一桌酒宴 要给陆夜接风洗尘 虽然陆夜很想去看看那百镇塔 但别人如此热情 他也不好拒绝 便游着赵丽了 很快 酒宴被好 陆夜与巨甲落座 赵丽作陪 作为陪罪 赵丽先自罚了三杯 这才敬酒 陆夜与他饮了一杯 至于巨甲 已经开始胡吃海塞了 一夜凶 这路上可算太平 赵丽一边争酒 一边开口问道 还算顺利 不过 陆夜严至此处 忽然住口不语 眉头皱了起来 因为不知怎的 体内隐约有些异样 他连忙沉浸心神查探 内观之下 只见天赋树扎根在自己的圆灵窍中 一片片叶子雄雄燃烧 而天赋树旁 还有灰色的气息不断弥漫出 正常来说 这情况没什么异常 陆夜每次服用名单之后 天赋树都是这幅反应 因为灵丹中的单独会被天赋树焚烧 继而让他得到极为精纯的灵力 但现在出现这种情况就明显不对劲了 他还没服用灵丹呢 而且在他的观望下 那从天赋树中生起的灰色雾气极为浓郁 根本不是焚烧单独该有的反应 这种事陆夜还是头一次见到 一夜凶 赵树一脸疑惑的望着他 不知陆夜的脸色为什么慢慢变得凝重 陆夜抬手按住了巨甲的筷子 望向赵树 短暂的分析和迟疑 审声道 酒里有毒 而且毒性很强 但是看赵树的反应 这毒发作的并不快 因为赵树并没有什么异常 当然 也有可能是赵树下的毒 不过可能性不大 这里毕竟是天眼宗著地 赵树是镇守使 他若是对自己下毒 后果很严重 这也是陆夜跟他直言的原因 同时也是陆夜的试探 在他的观望下 赵树的表情明显有些错愕 然后弱弱地开口 一夜凶在开玩笑 陆夜不语 可是我没什么感觉 赵树有些慌了 陆夜转头看向一旁的巨甲 巨甲缓缓摇头 他也没什么感觉 只不过巨甲并未饮酒 方才他只是在埋头吃菜 也不知道菜里有没有毒 陆夜继续查探天赋树 浓郁的灰雾在很短时间内变得暗淡 显然是毒性被焚烧干净 他还真不知道天赋树有这样奇特的功效 不过想想也不奇怪 天赋树连单独这种东西都能焚烧掉 其他毒素自然也能焚烧 只十几夕时间 再没有灰雾飘荡出来 搞得陆夜一时也不敢确定自己的推测是不是正确的了 想了想 他又给自己倒了杯酒 然后一饮而尽 赵丽一脸呆滞的望着他 一夜凶 搞不明白陆夜这是在干什么 方才他还跟自己锁酒里有毒 结果转头又干了一杯 这难道真的是在跟自己开玩笑 确实有毒 陆夜又一次看到了自己天赋树旁飘荡出来的浓郁灰雾 赵丽彻底傻了 一时间脑子有些转不过弯 思绪都变得混乱 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他感觉自己整个人都有些不太好 然后他就看到陆夜又加了一筷子菜吃下去 片刻厚道 菜里也有毒 一夜凶 赵丽都快哭了 吐出来 陆夜转头看向巨甲 巨甲立刻起身走到一旁 陆夜又抬手点在自己的战场印记上 传讯一道出去 这才看向赵丽 赵兄 反请传令下去封锁驻地 任何人不得离开 另外查清一个时辰内有没有人离开驻地的 若是有 还请调动信的过的人手带回来 听他这么说 赵丽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 陆夜好像不是在跟他开玩笑 而是韭菜里真的有毒 稍稍正了一下 赵丽连忙传讯出去 碧穴宗本宗 水渊及匆匆地冲进掌教的住处 惊动了正在打坐的掌教 陆夜中毒了 掌教的眸中闪过一丝冷力光芒 审声道 人在哪 天眼宗驻地 掌教立刻起身 指数息后 两道身影变化作流光 冲天而去 天眼宗本宗 接到消息的余孝脸色铁青 一巴掌将椅子扶手拍个粉碎 咬牙低喝 混账 那碧穴棕幕一夜才来自家驻地没多久 居然就中毒了 这显然是有人在暗中下手了 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天眼宗内居然会有万魔领的人 而且动作这么快 两大阵营互相对抗这么多年 各自往对方阵营中安插人手 这种是司空见惯 谁也不敢说自家宗门的弟子 就一定没有问题 有些案子或许一辈子都不会暴露身份 可一旦在关键时刻出手 必然能给敌方造成莫大损失 就拿当初掌教带着陆夜返回碧穴棕本宗 半路遇袭的事情来说 那也是有万魔领案子 在其中发挥作用 而且那案子还是一位真胡静修士 事后虽被旁震找到线索拔除 但当时如果不是运气好 陆夜早已死了 两方培养案子都是花费很大精力和代价的 一般哪怕能成功安插进去 也很可能会被揪出来 那些能潜藏下来的案子 每一个都极为重要 非到紧要关头 绝不会轻易动用 但这一次万魔领显然是被逼急了 为了对付一个灵溪八层境的修士 不惜动用了一枚安插在天眼中的案子 很快 大长老白迁去而复返 小老头的表情很严肃 现在什么情况 已经确定中毒了 至于是谁干的 暂时还在排查 已经大致锁定了几个人选 无论如何都要找到下毒之人 唯有如此才能确定是哪种毒 才能对症下药 大长老沈声道 我也是这么想的 而且那路一夜在第一时间已经这么安排了 照例也是按照对方的安排做的 年纪轻轻尽如此冷静 白迁有些意外 他们现在状态如何 照例说症状不是很明显 应该是一种很隐蔽的毒 但毒性很猛烈 症状不明显 毒性又很猛烈 白迁皱眉 这明显不对劲啊 毒性如果足够猛烈 症状应该很明显才是 这两种特性不应该同时出现 第308章神魂之毒 既然症状不明显 又如何能确定毒性很猛烈 照例说这是陆一夜判断出来的 叫他们速速回本宗 已经传讯给他们了 天眼宗住地 酒桌上 陆夜望着照例 眼睁睁看着对方鼻孔中流出两串鲜血 忽然转头对着巨甲的鼻子来了一拳 这一拳是大力尘 巨甲都有些被打猛了 一脸费解的望着陆夜 然后有鼻血从鼻孔中流出 打我一拳 陆夜望着巨甲道 巨甲抬手挠挠头 闷闷回应 不打 陆夜无语 只能对着面前的桌子猛的撞了过去 刹时间眼前金星直冒 再抬头 吸了吸鼻子 照例有些晕呼呼地 声音都变得有气无力 一夜凶 这是做什么 去你们天眼宗本宗 陆夜说话间招呼巨甲一声 巨甲若无其事地起身 一把江战都有些站不稳的 照例提了起来 把我也提上 陆夜赶紧喊一句 我巨甲把陆夜抗起 放在肩膀上 大步迈开 朝天眼宗的天机殿方向行去 沿路锁过 见到这一幕的天眼宗弟子 皆都不明所以 不过很快 便有消息传出 碧血宗来客连带自家镇首使照例 皆都身中俱读 天眼宗众多弟子一片哗然 这才明白为什么驻地忽然被封锁 同时清查有谁不在驻地中 陆夜才刚到天眼宗驻地不久 这就被下毒了 动手的明显是天眼宗弟子 而且是能有机会接触到饭菜者 这种事不难查 所以暗中下毒之人肯定满不过去 想要活命 只有尽快离开天眼宗驻地 能接触到饭菜 在一个时辰内离开驻地者 必为下毒之人 只是任谁也没想到 陆夜的天赋术能焚烧毒素 所以第一时间有所察觉 这就导致暗中下手的人 也没料到自己会这么快就暴露 所以天眼宗这边只要动作足够快 还是有一点机会 能把逃走的人抓回来的 陆夜眼下只庆幸一点 琥珀只吃生肉 没吃酒桌上的东西 从赵丽和巨甲两人的反应来看 那种毒体制越弱反应就越大 所以巨甲才会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可一旦毒素爆发出来 巨甲也不知道能不能顶得住 大概率是顶不住的 万魔灵既然已经出手 必然会确保万无一师 陆夜与赵丽早已结下蒙气 之前又收录了巨甲为碧血宗记名弟子 所以哪怕两人不是天眼宗出身 也可以借助天眼宗的天机柱 进入天眼宗本宗中 抵达本宗时 已经得到消息的天眼宗一众高层巨都在于校的带领下等候 一个个表情阴沉的快要滴出水来 碧血宗的人在自家地盘上出事 无论如何他们都难辞其咎 这要是陆夜死在天眼宗 他们都不知道怎么跟碧血宗那边交代 天眼宗这边早有医修准备 片刻后三人便被安置到了一间房中 每人都有一个医修负责 到了这会 赵丽的情况已经很不妙了 不断地吐出血水 神色极其萎靡 负责治疗他的那个医修盲的晕头转向 具甲那边也有了一些反应 不过这家伙的症状没有赵丽那么严重 至于陆夜这边 自来到天眼宗本宗后就脑袋一歪 晕了过去 负责他的那位医修仔细查探了一番 戴眉一扬 事情有些不简单 他又仔细诊治了片刻 确认自己没弄错 这才起身来到余孝身边 低声说了几句什么 余孝露出亚然之色 低声道 确定 这位有真狐三层进修围的女医修汉手 确定 对自家这位医修的医术 余孝还是很信任的 这位可以说是整个天眼宗医术最高明的医修了 其他人都比不上 将自家医术最高明的医修派去医治陆夜 可见天眼宗这边也是用心良苦 那就去照看照例 余孝吩咐一声 长呼一口气的同时 又为自家弟子担忧起来 不过他好歹是一宗之主 很快便明白陆夜的用意 没去揭穿他 任由他在那里躺着 时间流逝 随着医修们的思维 照例的情况慢慢稳定下来 至于巨甲那边 他的反应本来就不算太大 待到一夜过去 照例的气息彻底平稳下来 显然是性命已经无碍 但依旧未醒 不但他如此 巨甲也睡了过去 那个女医修走到余孝身边 汇报道 宗主 他们肉身中的毒素已经拔除了 那就是没事了 余孝松了口气 照例天赋不俗 心思灵活 否则也坐不上正手使的位置 若是这样折损那就太亏了 女医修道 按道理来说 应该是没事了 但从眼下他们的反应来看 我怀疑 怀疑什么 我怀疑那毒 不单单只是作用在肉身上 更主要是针对神魂 这也是他们几个医修能如此轻松将肉身之毒拔除的原因 余孝脸色瞬间凝重 能确定 女医修看了一眼躺在那边的照例和巨甲 七成 麻烦了 针对神魂的毒性罪是难解 如果中毒者是神海静那还好 修为到了这个层次 神魂的力量已经可以直观的体现出来 想要解毒的话会更容易 不过话又说回来 神海静大修们也不会经历这么中毒 照例何去甲都只是灵溪进层次的修士 他们虽然有自身的神魂 可那是与生俱来的力量 修为层次不够 没办法随意催动 就没办法配合 医修们解毒 眼下两者皆都陷入昏睡之中 更不要谈什么配合 万魔灵这边不惜动用一枚钱藏的案子 也要出手对付陆业 显然是有很大把握的 那未知之毒一出 便让天眼宗的医修们束手无策 宗主 若不想想办法的话 他们最大的可能是在昏睡之中慢慢死去 那个巨甲或许能称上十天半月 但照例应该活不过两日 女医修说这话的意思很明显 他们医术有限 对眼下这局面已经束手无策了 同为九层镜 为何照例与别人差距如此之大 余孝皱眉 都中了毒 一个活不过两日 一个能称上十天半月 这差距也太明显了 女医修摇头 不太清楚 但只看症状的话 巨甲明显要轻很多 或许她的神魂天生要比别人强大 说这话的时候 她又忍不住瞧了一眼躺在那边的路夜 巨甲这情况还可以说是天生神魂强大 那这位又是什么情况 他们在给照例疗伤的时候 照例跟他们说过 这路一夜也喝了那毒酒 还吃了几口菜 显然应该也中毒了才对 白老余孝转头看向自家大长老 劳烦赶紧布置一座养魂阵 将他们安置进去 既然神魂强大对那毒性有遏制作用 那就想办法壮大神魂 虽说养魂阵耗费不小 而且短时间发挥不出太大作用 但此刻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老夫这就去 白千转身便走 乌州这边 你觉得哪位医修能解此毒 余孝看向那个女医修 女医修想了想 玄机黯然摇头 乌州这边的医修虽有医术高于我者 但想解此毒恐怕不是医术高就能解决的 或许 或许什么 宗主忘记了 碧穴宗本身就有一位顶尖医修 余孝想了想 豁然反应过来 连忙道 我这就传训唐老 之前忙得有些糊涂了 事关碧穴宗弟子 他应该第一时间就给唐老传训才对 一道讯息传出 很快有了回训 余孝稍稍愕然 因为唐老居然已经在路上了 而且还带着那位水渊师姐 余孝转头看一躺在床上的路叶 意识到这应该是路叶的手笔 否则碧穴宗那两位没道理这么快就赶来了 挥挥手 让其他人等全部退下 余孝独留了下来 陆小友 余孝轻轻喊了一声 自来到天眼宗本宗后便一直昏迷的陆叶睁开眼 徐徐起身 行了衣礼 余宗主 太阳装昏迷可以骗过其他人 但绝骗不过那个替他做过检查的女一修 对方肯定不会在这种事上隐瞒余孝 眼下余孝一个人留了下来 显然是有什么话要跟他说 唐老河水渊师姐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 应该用不了半日就能抵达 冰州与雾州虽然相隔甚远 但神海进大修玉空飞行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陆叶传讯过去 掌教和二师姐便当即启程 敢过来自然用不了多长时间 方才的话你应该都听到了 余孝转头看向一旁的赵丽 赵丽请你过来或有私心 却绝无害你之意 只不料人心叵测 本宗居然有万魔领潜伏的案子 对你和那位俱假小有蒙此劫难 本宗陆叶抬手打住 余宗主不必多说 情况我已经知道了 正所谓日房夜房家贼难房 这是谁也不想看到的 余孝汉手 小有能如此想最好不过 本宗主有一事想请 放心 水渊师姐不会迁怒天眼宗的 我与赵兄也算一见如故 水渊师姐来了 我会请他医治赵兄的 第309章我天赋异禀 余孝说有一事相请 陆叶便知他想说什么了 天眼宗这边的衣修 对俱假和照例的情况束手无测 方才余孝还想着去别的宗门 请几位衣术更高超的衣修过来 不过眼下水渊师姐 既然在赶来的路上 那就没必要去请别人了 放眼九州 衣修这个派系应该还有一些 衣术比水渊更高明的 但那都是神海静大修 这些人聚都分散在九州各地 无故是那些异品宗门的定海神针 想要请他们出山可不容易 而且别人也未必会在意两个 灵溪进小修士的生死 所以余孝哪怕去请人 请来的也必然不如水渊 可以说九州之中 除了那些神海静的衣修 在艺术上再没人比碧血宗水渊更强 碧血宗户短的风隔九州各地 早已深刻领教 这要是水渊一时气恼 不给赵丽医治 天眼宗这边也没立场去指责什么 可余孝身为一宗之主 总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弟子这么被毒死 这才想脱路夜求个情 对陆夜而言 这不是什么大事 水渊师姐若是真有手段拔除那神魂之毒 这一人跟这两人没什么区别 陆夜还要在天眼宗这边深造震道 有这人情在 她也能心安理得地留下来 现在唯一需要担心的是 以二师姐的医术 能不能把巨甲和照例救回来 那女医修与于笑的对话陆夜听得清清楚楚 二师姐医术高超不假 可那女医修也说了 这次的是不是医术高就能解决的 那陆小游好好休息 小游的情况 我会让他们守口如瓶 此番之事 我也会给小游一个满意的交代 于笑迈不离去 走到门口 忽然驻足 本宗主还有一事不明 不知小游能否解答 陆夜看着他 于笑道 小游应该也中毒了才是 为何毫无反应 取世我天赋异禀 百毒不侵 于笑失笑 摇头离去 自不会信了他的鬼话 这世上就没有谁能百毒不侵的 哪怕有 也只能抵挡针对肉身层次的毒 那种神魂之毒 决然抵挡不住 他却不知 某种意义上来说 陆夜 确实百毒不侵 天赋树连单独那种极为隐蔽的东西都能彻底焚烧掉 其他毒素又算得了什么 陆夜虽是头一次知道天赋树有这样的功效 但也隐隐能察觉到 焚烧那些毒 让天赋树储存的燃料消耗不少 等到那些燃料消耗完了 他就得再用天赋树去吞噬地心火了 不过这事不急 倒不是他不想拥有更多的灵魂 只是他需要积攒功勋 之前积攒是为了购买天赋功法 现在是为了另一件事 而这件事需要的功勋是一笔极为庞大的数字 那数字足以让任何一个灵溪进修士望而却步 这也是他热衷于攻占别人驻地的原因 单靠杀敌得到的功勋根本满足不了他的需求 哪怕将缴获的战利品全部卖给天赋宝库也不行 攻占别人驻地得到的功勋才多 虽说这样得到的功勋必须得返回自家驻地 通过天赋柱转化成宗门功勋 再以发放月缝的方式 但得到的收获却是杀敌所不能比的 不过话说回来 余孝此人确实心思缜密 临走之前他特意跟陆叶说了一句 关于陆叶的情况他会让天眼宗的知情者守口如瓶 这分明是看出什么来了 陆叶在察觉到那韭菜中有毒的第一时间就集水渊师姐传讯 已是因为二师姐一数高超 叫他过来许能救命 二也是想借此机会淡出万魔岭的视线 自他从神隐宫驻地离开之后 万魔岭那边就一直盯着 沿途还遭遇了不少袭杀埋伏 他这边前脚才来天眼宗驻地 后脚就被人下毒了 而且还是连天眼宗一休都束手无策的猛毒 万魔岭要杀他之心何其强烈 若他真的死在这次下毒事件中 大概就能让万魔岭一方安心了 短时间内也能让万魔岭的视线从他身上转移开 单靠天眼宗传出入夜中毒身亡的消息未必能取信万魔岭 不过水渊师姐若是能在场的话 那情况就不一样了 他在讯息中已经跟二师姐说明了自己的情况 却不想二师姐还是把掌胶给带过来了 这让陆叶心头暖暖的 转头看向一旁沉睡中的巨甲 陆叶的脸色慢慢凝重 他这边有天赋树庇护 确实无恙 可是巨甲却中毒了 也不知道以二师姐的手段能不能把巨甲救回来 巨甲可是在喜魂池中得到过好处的 连他都挡不住那莫名之毒 可见毒性之猛烈 暗中下毒之人已经被天眼宗勤回 之前陆叶在察觉到韭菜中有毒的时候便让赵丽做了相应的安排 那下毒者显然没想到施勤会这么快就败路 才逃出莫多远就被抓回 对这种名为本宗弟子 实为万魔领暗子的家伙 天眼宗自不会客气 一番拷问 已经从那人手上得到了毒物的残留 经由那女依修仔细查探 确定了之前的推测 那毒更多是作用在神魂上的 对肉身的破坏并不算强烈 所以无论巨甲还是照例 肉身此刻都已经无恙 可神魂之毒不解的话 两人必死无疑 据那暗子所说 他携带这毒药原本只是有备无患 说不上什么时候会用上 结果肉也刚好跑到天眼宗来 而万魔领一方迫不及待想要杀他 便命他暗中出手了 这边正在拷问那暗子之时 天眼宗住地外 一批批人数不一的万魔领修士赶赴而至 最初来的人还不算多 都是附近三个万魔领势力的 每家出动了两百人左右 但只短短半日时间 人数便聚增 直破千人大关 消息传回本宗 天眼宗震动 照例之前 虽在余孝的吩咐下早做准备 但哪怕有防护大阵抵挡 一个驻地的防御力量也是有限的 若是前来进犯的敌人数量太多 在坚固的防护大阵都抵挡不住 眼下万魔领一方汇聚的人手 就已经超出了天眼宗能抵挡的极限 而且看这架势 万魔领的各路人马还在持续赶来 每次来的人不多 都只一两百而已 这样的数量显然是一个宗门能出动的人手 可架不住参与此事的宗门多 有些万魔领宗门甚至是从极远的位置赶赴而来 这在灵溪战场是不常见的 因为远到支援过来 很容易会在半路上被敌人伏击 天眼宗自是紧急朝四方求援 然而附近的蒙宗能出动的力量也极其有限 在敌方人数占据绝对优势的前提下 这样贸然与敌方起冲突必然损失惨重 可谁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天眼宗驻地被攻破 就在这样的局势下 万魔领一方悍然对天眼宗驻地发起了进攻 哪怕有附近蒙宗抽调出来的人手前置 分散了万魔领的一些力量 可天眼宗最终还是没能保住自家驻地 大阵被强行攻破 面对如潮水一般汹涌而来的万魔领休士 天眼宗弟子只暂退九州 一时间天眼宗上下剧都被悲伤的氛围所笼罩 天眼宗立宗这么多年 驻地被攻破也有过几次 但从来没有哪一次这么憋屈 从始至终本宗连一点反抗的力量都没有 基本上是眼睁睁看着防护大阵被一点点磨灭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样 天眼宗这边才有足够的时间将弟子们撤回九州 否则肯定会有大量伤亡 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眼下弟子们倒是没有伤亡 可驻地暂时是回不去了 据说万魔领那边攻占了驻地之后 并没有离去 而是明目张胆地待在那里 这分明是一种无声的警告 万魔领一方以强势攻破天眼宗驻地的方式 警告其他好天盟宗门 敢敢接纳碧血综路一夜会是什么下场 对此 好天盟一方自是不服的 许多宗门的镇守使互相联络 准备集结反攻 然而又很快眼齐息鼓 倒不是他们没这个胆量和魄力 都是血气方刚之辈 谁还没有拼死一战的决心 主要是来自各大宗门长辈们的约束 天眼宗驻地被攻占已成事实 这个时候好天盟一方如果反攻回去 肯定会爆发大规模的战斗 到时候万魔领不会好过 好天盟同样也会有大量伤亡 这是那些老一辈修士们无法接受的 如此一来 驻留在天眼宗驻地的万魔领修士们 愈发得意嚣张了 神隐公驻地 听闻消息的古深阳和魏力巨都瑟瑟发抖 虽说他们清楚天眼宗驻地被攻占 主要是因为陆叶想去天眼宗深造震道 万魔领难以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 可依然不免后怕 之前陆叶在神隐公驻地的时候 万魔领若是给他们来这么一下 神隐公的驻地肯定也是保不住的 藉由强势攻占天眼宗驻地 万魔领一方颇有一雪前耻的味道 更让万魔领修士们振奋的是 有消息传来 蜡壁血综路一夜眼下身中剧毒 已然命不久矣 一时间 灵溪战场各处 万魔领各大宗门一扫之前的阴霾心情 就差敲锣打鼓欢庆祝贺了 第310章这东西有用 一个小小的灵溪八层净修士 能被偌大一个万魔领阵云忌惮如斯 放眼古今 暮夜也是头一份了 就在天眼宗上下一片愁云惨物之际 两位特殊的客人匆匆感知 来的自然是碧血宗长教堂一风 以及掌印石水渊 一座大殿之中 养魂阵运转着 此阵不算太深奥的阵法 但光布阵没有用 还需在阵法之中安置一些养神禁魂的宝物 此阵才能发挥出养魂之效 能滋养神魂的宝物无不贵重至极 哪怕是以天眼宗的抵御也没几份 而且效果都不是很好 可现在他们也没办法 只能以此阵缓解照例和具甲症状 阵法之中 两道身影被安置 陆夜盘坐在一旁 但幽地关注着具甲的情况 天眼宗大长老白千也守在这里 此阵毕竟是他布置出来的 自然是要好好照看 除了他们之外 大殿内再无他人 关暗的烛火摇曳 白千叹息一声 我说你小子 既要装模作样 那就装得彻底一点 免得被人窥探到虚实 陆夜道 白老这是对贵宗的人没信心 那倒不是 只是人多眼砸 总有一些消息不经意间就流传了出去 那就是白老对自己布阵的法阵没信心 放屁 白千胡子一翘 傲然道 老夫不敢说九州最强 但想要透过法阵窥探此地的情况 九州暂时还无人做到 这小老头其实是个很和善的人 只不过只要提及政法 他就会变得极为严谨 尤其是对自身的政法造诣 可以说是有极高的信心 若不是眼下天眼宗驻地出事 去甲和照例危机未解 陆夜都想跟这位老人家好好讨教一下阵道上的东西 只是如今这情况 他也没什么心情 快躺下 有人来了 白千忽然喊一声 陆夜连忙躺在那仰魂阵中 闭上眼睛 一动不动 下一刻 紧闭的大殿门被打开 有人外部而入 余笑的声音传来 人都安置在仰魂阵中 暂时还无性命之忧 紧接着 陆夜便嗅到一股熟悉的体香 然后自己的手腕被人抓了起来 陆夜睁眼 看到水渊师姐的脸庞 二师姐 别动 水渊遍布寒霜的脸色柔和了一些 将要起身的陆夜按了下去 温和的灵力在陆夜体内游走着 查探着她的情况 掌教就站在水渊身后 面上隐有忧色 虽说在来的路上陆夜跟他们传讯过 告知他们自己无恙 但在水渊查探清楚之前 他们谁也不放心 这一次水渊查探的极为仔细 足足一柱向后才松开陆夜的手腕 继而走到一旁的巨甲身边 蹲下身子查看 陆夜起身 对着掌教行了一礼 掌教 掌教微微汗手 没事就好 水渊既然什么都没说 那就说明陆夜是真的无恙 弟子给你们添麻烦了 陆夜有些惭愧 掌教抬手敲了他一记 莫说这不是什么麻烦 便是你真的惹了麻烦又如何 我们这些老家伙本来就是给你们遮风挡雨的 怕麻烦 还修行各慎 日后行事 心中无愧变成 莫要沾前顾后 是 很快 水渊查探完巨甲的情况 又去查探赵丽那边 待到一炷香后 水渊起身 戴眉紧皱 确实是神魂之毒 他再来的时候 于笑就将从那叛徒手中得到的毒药残留交给了水渊 结合眼下巨甲和赵丽的情况 水渊心中已经有了一些判断 可能医治 于笑连忙问道 医治倒是没问题 就怕他们撑不住 怎么说 本宗的医修对此情况束手无策 可水渊来了便有了医治的方案 这无疑说明水渊的医术要比天眼宗的医修们高出很多 但从他话中透出的意思来看 这方案明显有很强的后遗症 既是神魂之毒 那就是依附在神魂之上 我有手段将那些毒从他们的神魂中拔除 但这个过程中会对他们的神魂造成巨大损伤 他们眼下只是灵犀进 虽有神魂 却不坚韧 真要动手医治 能活下来的几率不大 旁听的录夜心情一下子沉重起来 这次的事情是因他而起 结果他这个正主屁是没有 巨甲和照例反倒性命垂危 于笑咒没道 那就是没办法了 除非给他们服用一些能在短时间内壮大神魂力量的宝物 或许还能撑过这一劫 壮大神魂的宝物 于笑声音苦涩 那短时间能壮大神魂的宝物何等珍贵 便连天机宝库中都是买不到的 真有这样的东西 他早就自己用了 哪还会留到现在 二师姐 陆夜喊了一声 水渊扭头望来 见陆夜正冲他招手 连忙走过去 然后被陆夜拉到了一旁 敲咪咪的从储物袋中取出一个玉瓶来交给他 师姐看看这个东西有用吗 水渊接过玉瓶 没太在意 陆夜毕竟只是灵犀进修事 哪怕这段时间得了什么好东西 也未必能入他的法眼 随手将玉瓶打开 放在鼻尖轻轻秀了一下 下一刻 他露出狐疑的神色 扭头看了看陆夜 又看看瓶中之物 似是不太敢肯定自己的判断 掌教 水渊转头招呼 掌教迈步行来 水渊将手中玉瓶递过去 你老见多识广 帮忙看看 你都认不出来 掌教有些差异 接过玉瓶 稍加查探 捏着玉瓶的手忍不住抖了一下 面露金融 这是真是那东西 水渊看着他 掌教正色汉手 应该没错 他看向陆夜 哪来的 陆夜区区一个灵犀进 这段时间一直待在灵犀战场中 哪里搞来这种神海境大修都要眼红的宝物 之前弟子进了一趟仙元城 从那里面得来的 刚才听水渊说需要能短时间内壮大神魂的宝物 去甲和照丽才有可能得救 他立刻就想到了洗魂水 他也是在洗魂池中洗炼泊神魂的 知道洗魂池中魂物的好处 洗魂水是魂物的凝结 这东西对壮大神魂绝对有很好的作用 仙元城 长教恍然 以他的身份地位 自然知道仙元城是无量圣境的一种 若说灵犀进修士有什么渠道能得到此等宝物 那也只有在无量圣境了 可无量圣境开启过那么多次 也不见有多少修士从里面得到过洗魂水 倒是有传言曾有运气不错的修士从里面带出来几滴 哪怕分量不多 那也是莫大的机缘了 可陆夜拿出来整整一瓶 这最起码有三四十滴的分量 着实有些恐怖 这东西有用 陆夜看向水渊 水渊汗手 有用是有用 但此等宝物 救人要紧 陆夜大概知道二师姐想说什么 他转头看向躺在那边的两人 巨甲天赋一禀 日后必成大器 弟子已经做主将他升为本门的记名弟子 只等日后返回澳山便转为正式弟子 这段时间他也一直跟着我出生入死 弟子不能不管他 赵兄是受我拖累才有此磨难 师姐 若此物真的有用 尽管去用 掌教在一堂欣慰汗手 难得你能这么想 水渊 变碎了你师弟的心一巴 是 不远处的余孝跟白千两人四目相对 抓心挠干的 无他 他们虽然没有刻意去偷听碧血宗三人的谈话 但碧血宗这边也没藏着噎着 两人便听了个大概 能让碧血宗长较都动容的宝物这世上可不多 再联想到仙元城和眼下的情况 陆夜拿出什么东西已经不言而喻了 放作平时 此等宝物当前 便是他们的心也得抖一下 再怎么样也得生出一些渴望之意 但眼下他们是万万不敢生什么异样心思的 解不说大家都是好天蒙的 天眼宗与碧血宗多少有些渊源 便说陆夜愿意将这种宝物拿出来医治照例 那也不是一般人能有的魄力 所以哪怕两人猜出了陆夜拿出了什么 此刻也只当无事发生 于宗主 水渊转向于宵 温柔的声音冰冷下来 自陆夜传讯 他来的路上可是憋了一肚子火 哪能挤于宵什么好脸色 虽说天眼宗驻地 因为此事已被万魔岭攻占 但陆夜在天眼宗驻地中毒是不争的事实 他不会去管具体有什么前因 他只看后果 他一直都是这么护短的性子 水师姐有事情吩咐 于宵客客气气低音者 我需要一些药材 半个时辰之内备好 水渊取出一枚玉剪 灵力涌动网内烙印信息 交给于宵 我亲自去办 陆夜为了救人 连那种宝物都拿出来用了 天眼宗这边哪能不全力配合 这次驻地被攻占确实损失巨大 但真说要怪罪到陆夜头上也是没道理的事 陆夜能来 还是赵丽邀请的 而且陆夜本身也没想到 他只是来一趟天眼宗驻地 会引发这么大的乱子 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暂时不去考虑 救人才是当务之急 而且这次如果真能把人救回来的话 赵丽还会因祸得福 这弟子本来天赋就不错 以后成就可能会超出预期 余孝心理根明近似的